玉里镇马太林基督长老教会有七十几年历史 围墙已经老旧了 而住在对面的阿美族艺术家 悠席夫就号召邻近部落阿美族艺术家 共同来为这个老旧为墙面重新粉刷整理 同时部落族人也自愿来帮忙 摇身一变就变成了艺术墙 说的是过去老人家在秀卢兰西抓鱼的美景 11月1号特别举办了开幕期记者会 现场徐中卫亲自到场 感受到阿美族越在地越国际的艺术魅力 墙壁上色彩鲜艳的瓷砖 仔细看有一条一条的鱼 太阳以及河流线条 再往后面走过去 能够清楚看到大片的鱼藤 就知道这面墙说的就是部落生活的印象 有很多的观光客要来到台湾 要看的不是101 要看的不是夜市文化 他们真正要看的就是我们在地的文化 我们在地有16个族群 那其实在地化就是国际化这件事情呢 我一直认为台湾应该要对自己有自信心 今天我们要所呈现的这些东西呢 我就很勇敢的把我们阿美族的在地的文化表现出来 专长石板画的马耀以及画家Yusif等艺术家合作 将玉里泰林部落的教会墙面装点的兵分多彩 11月1号办理艺术墙的开幕与记者接待会 华林县长徐真伟也亲自到场感受到阿美族越在地越国际的艺术美丽 艺术家就藏在我们的部落里面 而我们更希望我们部落里的艺术家经营我们的部落而被大家来看见 今天一个小小的部落有这么多的人都来看到 我相信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部落头目说过去工部门想要将193线到的艺术氛围打造起来 但是一直都没有人潮以及发展 这两年多来由sif来到部落整条193线摇升变成艺术村 更是期待未来艺术墙能够为部落带来更多的发展 对我们部落不管对于部落 因为你看到了这个193线很多观光客经过 尤其是周休的时候很多车子都会来这里 所以总是会停在这里 所以艺术墙特别对我们193线对我们的部落相当有帮助 就回家吧 记者高双双预理站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行